華盟溜冰選手施佩玉首次的出征亞運 就在女子一萬公尺祭典賽中奪下了金牌 而一早呢 彰化縣長王惠美跟陸港鎮長 都來到施家貼上為國爭光的紅榜來祝賀 施佩玉今年其實才剛進入陽明交通大學就讀 而他國高中的母校金城中學師長 也因為佩玉的傑出表現感到余有容顏 施佩玉在亞運中輪源栽菁 消息傳回家鄉 陸港鎮喜氣洋洋 不但親友道賀聲 樂意不絕 施家門口也有各接送的賀蓮和花蘭 施佩玉是土生土長的彰化人 家中排行老二 父母都是老師 從幼稚園接觸滑輪溜冰就產生極大興趣 開始投入苦練 多次代表彰化縣奪下全中運獎牌 儘管競賽輪一組都六七圓起跳 算是很花錢的訓練 但父母全力投入 教練也悉心栽培 如今佩玉首次代表中華隊出徵亞運 就在女子一萬公尺祭典賽中奪下金牌 好消息傳回國高中的母校金城中學 校方也狂喝沾光 而這也是陸港鎮第一個國際賽事金牌 鎮長表示以前沒有編列競賽獎金 也將著手規劃 我們期待亞運完之後未來的奧運 能夠再為彰化 為臺灣來繼續來 這個爭取我們最高的一個榮耀 縣府除了頒發優秀運動員 繼機優教練獎助金外 將在依據競技運動機優選手獎助金計畫 頒發最高十二萬元的獎助金 期盼提供最好照顧 讓選手們能無後顧之憂的 在運動廠上發光發熱 記到網路 張宏報道 記到哪一部分 頒發生